志工們忙進忙出 在幫忙裝好飯菜 將近兩百份的美味午餐 排滿一整個大桌子 看起來好壯觀 穿著背心的這群人 來自臉書社團 我是永和人 出動16位愛心人士 參加老人購餐活動 替社區免費服務 有的老人家 年紀比較多都沒有出來 我們一個月有一次 給他們出來 有的老朋友大家聊聊天 心情比較好 我們叫我愛永和人 永和人每個月 都數幾個來做義工來幫幫忙 他們又出錢又出力 在照顧當中 漸漸感受到現在老人 真的很需要我們晚輩的 多一些的照料還有關懷 中心社區發展協會 每個月結合中心裡 永心裡辦公處 在西州市民活動中心 邀請長輩鬥陣吃飯聯誼 現場不僅有修剪指甲的服務 髮型志工團隊 也號召五位設計師 免費幫阿公阿嬤剪頭髮 而議員羅文蟲服務處 提供按摩服務 邀請大家做愛心 把所得捐給榮光育幼院 中心社區的共產黨 每個月都辦得相當的豐盛 那也集合了很多團體 包括我是永和人 那還有這個義檢團體 我們服務處這邊 也提供了愛心按摩 那只要你按摩十分鐘一百塊錢 當場就捐給榮光育幼院 那有榮光育幼院這邊來當場開立修益 那我想這樣的按摩也提供給我們長者 很多休息的時光 我覺得這個活動相當的好 那也集合眾人的力量 一起來完成這樣一個有意義的事情 就是假如說今天我們花一點時間 然後可以幫一些老人家 或是可能一些媽媽 他可能只是去市場而已 或者是說可能就是想要買買菜 或是來參加這種義檢的活動 我覺得付出這種一點點的時間 然後讓我們這些年輕人可以參與 然後讓他們可以多一點那種 那種愛心 共餐前老師台上講課 吃飽飽還能把一顆新鮮雞蛋帶回家 長輩們透過共餐活動交流感情 又可以參加一系列的豐富課權 得到滿滿的愛與關愛 也更打開心房 水天空新聞永和報導